下一套 最終流放銀翼的髮毛 髮毛是女主角的名字 不是髮毛 製作動畫社就Gongshu 20周年 這套 發生紀念 這套其實是 2003年的作品 但是沒有關係 有關係的 世界觀一樣 但是人物的故事都不同 2003年的時候 網上技術就沒有那麼好 有什麼途徑 通常都是 在我買DVD 那時候我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也有接觸過前作 稍微講一講 就前作過世界觀 那時候就講到 地球已經不適合人類居住了 所以 他就要做一架移民船 出來 就是那一架 那架就是Excel Excel 我不懂得讀 Exile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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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架流放船 接人們離開地球 因為那時候 水已經污染了 已經不適合飲用 地球已經不能進去 就上了這架 流放船之後 有一部份的人類會留在地球 就是叫做維修 或者是保養地球 遺棄 直到地球再適合人類居住 那就是船才回來的 那個世界觀大致上 會是這樣 那個世界就講到 地球那時候已經修復好 地上已經 原本留下的那一批人 他們都會生育 那有一批地上人 已經住在地球 那地球適合人類居住 那流放船那一批 就回來 那最後一批人 就是講這件事 最後那一批船 因為那些船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 因為太久了 我都不記得 最後那一批船回來的 上一代的故事就講到這件事 那我想知道那批船 跟著去了哪裏 有沒有講到 那批船 那批船 那批船是否其實已經 射在地球 射在地球 但是那批船 類似最終兵器那樣的 如果你有看到第二集 最新第二集的時候 那你都看到 他如果攻擊的時候 反攻就有些觸手 攻擊 攻擊 那批船就是 但是他原本好像 我沒有看到上第一集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批 但是我一看第二集 不過他的世界觀就分享 第二集基本上就是獨立的 所以我們在想第二集 那部武器 我想屬於秘密武器 如果你有天空之城就類似那種 對 即是他有一個指環 可以控制到兵器 但現在他變成了公主 即是姐姐 說回現在的劇情來講 就是他花末 這套動畫 他最主要賣的就是 那個精氣時代的世界觀 那個飛空艇 那些空戰 以前比較像空戰 以前比較像空戰 空戰的空中人 你將以前的飛機 斬到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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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去 他飛到人家出去 前作那些 飛花彈就沒有飛 主角群 駕駛的那一架叫先鋒艇 先鋒艇有別於那些 即是你知大駕的戰艦 那些很笨重 飛行速度就慢很多 他這部就小部 當然戰鬥力就高很多 但是先鋒艇的時候 你就快很多 還有靈活很多 你都見到的 基本上先鋒艇追戰艦群 當然講 快艇就不是大船 戰艦就快艇打大船 先鋒艇大 本身就沒有什麼作戰能力 最主要的用途是傳達訊息 領導 如果上代第一集的《世界般》 就是他的先鋒艇 用來傳達訊息 以及運送一些信件 或者物件 做一些衝突 這次這套也是講 聯邦軍 現在聯邦軍 很重侵略性的 原本是留在地球 守護地球那班人 另一個國家就是 流放船回來的人 但是地上那班 就會有個思想 就是覺得 我這麼辛苦 維護了地球 你什麼都不用付出 你就回來住了 這麼像現在那些 新移民 基本上你好像香港那樣 你住在香港那麼久 有些新移民 無緣無故來侵佔你那個土地 或者是侵佔你那個糧食資源 他們都住在那裡 不過走出去 所以他們很抗拒那些 外族 回流那幫人 所以他們會覺得 第二集都會看到 就是我不接受你們 我們可以殺你們 我可以滅你族 基本上就是 但我想知道 他那個空族 其實都是屬於 流放 他沒有說到 因為空族 應該是第二季新的 新的 但他就不知道屬於地上 定懷屬於回來那批 回流那批 但有一個角色 是迪奧 迪奧上一季也有出過 迪奧出過 迪奧是不是就是流放 原來是一個男子 是男來的 你以為是女來的 我以為是女來的 我以為是女來的 那個白色頭髮 白色衣服 穿白色衣服 少年同文 全個Deadman Wonderland的女人 一體是男來的 一體都知道這麼厲害 他不是他都當是兒子 是不是以前是聯邦那邊 現在變成 不是的 因為實在太久了 他八年前的作品 03年的作品 我都不太記得 不過我看他跟那個 好像有點 空族現在 就這樣看兩集 給我的感覺 他是盜撒來的 他是買船 他是捉船 他是捷擊那些 譬如說船 那些 所以基本上 你看到他王女 空族來幫我 我不太接受 但是有條件 很抗拒 大一個想到合 小一個而已 大一個就沒事 大一個就想到 留得清餐再 哪怕沒有拆燒 保住條命 對 沒錯 在這個戰場 沒有什麼都做不到 第一集完了 這就是第一集的劇情 第二集就厲害很多 第二集 即是全面戰爭 對 他講到 我不會接受 你有沒有頭和 我一定要全面你們 因為他 其實第一集都說 他已經說 不肯跟他 和約 打千里 真的打你 他根本擺明 根本都是想著 因為他軍事 沒有和譚 對 所以第二集 更加會 那個戰爭 但基本上 你的戰力 你看到其實是很懸殊 對 你的骨十五架 一架是不知多少架 講起戰力 我記得幾百的戰術 你看到那些戰術都不同 你看到第一集 他們用計 即是玩混亂計 三個字混亂 真的挺好玩 第二集 他有 他講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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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首先 迪奧 放煙幕 他看不到視野 視野很重要 他引導 他用意志 打手燈 很密碼 因為如果你在雲晨的時候 你怎樣聯絡 隔壁的船 就會用燈 燈 即是那些密碼 所以他實行到的戰略就是 他放了一些煙霧 然後就找一些先攻艇 去打一些信息 給一些艦艦 就說 喂 攻擊你隔壁的那個 其實是自己人 對 其實是自己人 這個戰略都做得不錯 有幾有趣 第二集是怎樣 第二集真的 第二集真的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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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滅戰 好像那些 軟炸機 在地磁式 那樣 因為你始終 第一集 講到第一集 你雖然救了一艘船 但你始終的戰力上 是很大分別 都是弱的 雖然用戰略 殲滅了幾艘艦 但他就變了 漆漆漆漆 過來打你 前作就是地球那邊 原本是留在地球那邊 然後王女那邊 原本是從外太空回來的 沒有的 全作那個不關這個事 因為 只有世界觀會共用 但這個已經是全新的事 第二集就講到 千萬千 完全不夠打 然後就是犧牲 但你也看到 他回流的軍 都會實施的戰力 就是我突擊 因為我知道 你有一個主帥 我打爆你的主帥 最少人 你要回家 你會不會爆呢 他的戰力是好的 但他 其實都會好不好 是僅有這些 沒辦法 唯有實施 就是你三個無所 不夠打直接衝 對啦我曹操算 對啦沒錯 對啦沒錯 基本上 你不就好像虎陸關 你呂布很厲害 你完全不是他 只是打死動作 這樣算 對啦 但是他就 計漏了一件事 就是他 那邊都知道 你殺人這個戰術 那一定 你會看到那個人 可能會有某些技能 你見到一個人 駕駛的飛機 已經可以 催眠你整班 枯魯了你的女王 對啦 那種人種 好像有一些特殊的力量 嗯 你最少看到 你後面 花門 就是駕駛先鋒艇衝進去 嘩那段 那段 3D超棒的速度感 他扔了錢 然後想問 他有沒有這些 我最喜歡 雖然覺得很誇張 那件事 這麼多彈都射不到 駛駛艇 是有點誇張的 十幾支 你打不中 是有點誇張的 不過他劇情這樣做 但那裡又做得很漂亮 那個速度感 真的很厲害 他配上那種3D技術 是啊 他前作 為何人氣這麼高 他都是因為 他配到3D 都是他視覺 他在2003年的時候 已經做到 即是用到3D那種技術 是那個人氣做得出來 即是你看視覺 享受實驗 沒錯 沒錯 講到後面 就是 回到敵人的主緒 那裡 但主緒 他就練了一段 好像類似經文 這個 上一季都有說到 控制 你當是類似 控制最終兵器的密碼 類似這些 但你有密碼沒有用 都要有一把鎖匙 類似鎖匙 鎖匙就是那個公主 上一季是另一個人 今季可能他還沒鋪劇情 我不知道 但他又會知道公主是鎖匙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掌握了什麼情報 我看他後來是OP的 即是播 那些片段 我猜公主和主緒應該是有點關連 應該是 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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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後來是敵對 我猜 Esses和某位嘉賓的部分 但你可以第二集看到 你的主緒應該掌握了某一部 為什麼他可以控制 為什麼他有暗號 他又知道公主是鎖匙 然後控制到類似很厲害的兵器 那個兵器是不是就是 現在只有一個 現在劇情做了兩集 但給你臨場戰鬥的感覺 簡直是 我覺得會和今季 例如Face Zero 和Guilty 形式不一樣 但是刺激感都在 你看視覺這套都很棒 所以這套我非常期待 而且我沒有看過前座 但我只要看今季的新作 我完全對世界觀有明白 我不會看明智 不知有沒有套動畫 都看完之後 我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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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能我會看到寫 那就是你的問題 其實最重要 都是明白他的方向去哪裡 你不想做法 真的 即使不明白 你只看那些 畫得很棒 很快 那些熱戰風格的戰鬥 對 好了 現在是時候說這些 正如我們之前在罵 Strike Reach 2 就是強襲魔女2 會說他是什麼 或者罵IS 後面的問題 IS 明顯一些 因為他是近身戰 會有一個遠鏡問題 速度感 空間要營造 你Strike Reach 他後面 完全沒有人直飛 不知做什麼 會有一個問題 當然 直飛簡單說 但是 這邊 剛才贏者已經說過 就是說 他會用一種 不同的攝錄路軌 即是他那種移動的Track 是不斷地扔彎 即是他真的好玩越野賽車 因為你看到花毛他那架 先鋒艦 他是兩個人的Aline 一個是導航 一個是控制 所以 大家看他在賽車比賽 旁邊有一個人 就是 你去到前面 現在速度 8秒後 扔左轉90度 左右 但如果他計錯1秒 就撥了 所以導航那個很重要 導航那個是很重要的 但你看到他第二集 會表現到他的能力 你看到他看地圖 那些是很厲害的 你一定要相信你的partner 還有很有默契 就是兩個人 你兩個一定要相信 相信對方才可以做到 你看到我風騎開身 經常玩能入目逼 叫他打這個奇怪暗號 好笑 這樣呢 其實你看到很明顯 因為他就有 例如Strike Reach 因為Strike Reach的做法 就是 永遠雲是箭底的 他很少會突入雲層 然後這邊就是 他會在雲上面 下面和雲裡面去做 甚至是他會幫自己家務 還有雲的畫法 都很明顯地不同 Strike Reach的雲的畫法 即是一坨白色的 多一點點東西 即是跟你說這塊是雲 其實 不是棉花糖 那邊那一隻 就是雲 就是背景 這個雲 就是場景 這個就不是場景 這個是戰鬥環境 即是你好像在一個 那邊就可能 就這樣拍一個地下 如果錄地的話 就是一塊地板 這邊就是一個 沼澤 或者是山谷 即是每塊東西都可以 反過來 如果你在地下 第一隔二 前十米 而後十米 你不覺得地有什麼分別 但是在山谷 看到一些石的暴陣 彈彈不動 那個移動 加上你幾個跪跡 這個速度的營造 就會明顯出來了 所以其實 這個空間戰鬥方面 就是很成熟 而且他做出來 他不是一個2D的戰鬥 他做出來的一個 因為他是飛機 他是3D的 他用3D技術 因為他有些直飛 學習某1戰的風格 或者2戰那天 他也要靠大迴船 丟彎 可以繞在上面 所以可以拍到不同角度 可以拍到 那會有一定效的 而且他的戰鬥方面 第一集 當然炸了兩個熱誠 然後藏起來 那個也是厲害 那個是厲害的 有一點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但你會覺得很棒 但又覺得很棒 看上去 這套東西就算單體這些東西都出色 所以今季有幾套這類型的畫面上很震撼 可以做到很好的角色 但要看劇情發展怎樣 應該OK的 GIS是出品的 也不可以說全部 看你的評價 想提一提人節方案的村田 應該叫做 村田年夫 不知道給你 村田 如果你有留意他上一個作品 應該是香格里拉 這套香格里拉那種人節 但你覺得很特別 你一看上去 你一看上去 基本上認出那個人 不過你可能不記得那個名字 但就香格里拉那種劇情就算了 我覺得他的設計都很漂亮 會有他自己的風格 很特色 很西方 有別於常見動畫的東西 很西方 我覺得他那個插畫 他好像出了幾多插畫本 應該是 有少少像精氣藍牙 對 類似 我基本上一看上去就知道 不過這個看一看 不錯的 不過這套一定會追來的 我們去下一套 好 我們去下一套 好 我們去下一套 我們去下一套 好